一行调查显示 受访小学生 正体认为在疫情下 与父母的关系有改善 任职司机的曾先生有四个子女 彼此之间感情很好 但因为工事长 不去经常有时间聊天 回到有时都一分钟 小朋友都差不多要睡觉 最多是跟他说一声 不离啊 接着就没有了 接着就可能到翌日才见面 中华基督教青年会 去年11月到今年3月 以问卷访问568个 小四到小六的学生 大约七成人希望 每日可以和爸爸聊天至少半个小时 但实际上有四成一的人 每日聊天不多过半个小时 显示子女的期望 和爸爸所付出的亲子时间有落差 有近三成人认为爸爸 对自己烦恼的事知得太少 显示爸爸和子女沟通不足 调查也要求受访的学生 以最多正或负五分 评估疫情之下和父母的关系 其中和爸爸的关系 平均比正两分 和妈妈的关系平均是正2.5分 反映受访的学生整体认为 疫情之下和父母的关系正面 调查机构建议家长应该平行工作和家庭 并请安排时间维系亲戚关系 无线电视记者陈洛轩报道